現在來到華奎爾的攤位 華奎爾是近年來在國內相當崛起速度相當快的一個廠商 那麼它現在推出的產品相當的多元化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支是他們最新推出的七通道的搖晃器 這個搖晃器它是2.4G的傳輸 那麼它的操作相當的簡單人心化 那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自訂ID 一般2.4G都只能對頻 那麼它可以自訂ID 那它可以透過2.4G的傳輸技術 來讓兩台搖晃器的設定做一個無線的傳輸 好比說我要把我的資料Copy到你的搖晃器上面 它只要透過無線傳輸它就可以達到這個樣的效果 那它的操控很簡單就是 左右各一個上下鍵跟確定鍵還有一個輸出鍵 那麼目前這一台搖晃器的評價是相當的高 也是相當符合CP值的一個搖晃器 那華客呢在去年跟今年這整個年度呢 相當火紅的呢我相信就是這一架CB100以及這個4G3這個直升機 這個CB100的直升機呢各位看一下 它就我一個巴掌這麼大 它使用的是單截3.7伏特的理聚電池 那電壓不僅很低呢再來就是它的這個飛行的非常的省電 這種利用呢在家裡面練習是相當不錯的 不要看它小小一架 它所使用的是標準的無雙馬達 標準的無雙馬達 所以說呢它基本上馬達的壽命可以是很長 這個穩定性呢可以媲美那種同軸反轉的拉馬那種直升機 接下來這一台呢就是相當火紅的一台 這架叫4G3 這也是目前全世界體積最小可以飛行3D飛行的一架直升機 那它所配備的陀螺椅也是鎖定陀螺椅 它全金屬的懸役頭還有這個擺盪的雨盒裝置 純備了希拉混控系統 讓它可以達到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3D的性能 那麼呢現在推出的最新的版本 我可以拆開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推出的最新的版本呢 它前面的機殼呢 不是機殼 它前面的這個無刷呢 是採用無刷馬達 是採用無刷馬達 那麼呢 最新的版本呢 是連它的尾旋翼 也是採用無刷馬達 所以過去呢 之前舊版本那個尾旋翼馬達很容易燒掉的問題呢 在這裡就已經是完全被解決掉了 所以這個新的4G3呢 它的飛行性能讓人非常的期待 那除了這種標準的直升機之外呢 華客也推出了像這種 4個螺旋槳的 幽浮 我們常稱為幽浮 這台叫做幽浮117 它的造型呢 是美國的隱形戰機F117的造型 那它的螺旋槳呢 有四個 三個藍的 一個紅的 紅的就是朝自己的對尾 那不要小看它 因為呢 它上面所使用的呢 是三軸陀螺儀 它用的是三軸陀螺儀 它可以同時穩定前 後 左右 以及 這個尾舵 尾舵 尾舵 所以它是使用三軸陀螺儀 它的操控量非常簡單 而且它飛行起來的速度呢 轉速非常低 在家裡面飛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那 但是呢 這個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地方 它只要輕輕地把它拆下 這個套件裡面 還包含了一個 B2 B2轟炸機的造型 B2轟炸機的造型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 三軸陀螺儀 來 就在這 這是 三軸陀螺儀的傳感器 這是 Pitch軸 這個感應器是弱軸 另外呢 豎起來這個 感應的是 亞軸 也就是尾舵的位置 所以它的穩定性呢 可以達到非常的高 如果你想要入門出學的話呢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台機型 這是B2 有許多喜歡象徵機玩家的呢 華客也推出了這一款 這在 之前展出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海鷗造型的一個 直升機 那麼它搭配了 貝爾希拉的穩控旋翼頭之外呢 它的穩定性 還有它的這個平衡翼的設計呢 讓它的穩性性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狀態 再來呢 它使用的是無刷馬達 無刷馬達 那它的轉速呢 並不是很快 可是它的飛行很穩定 在室內飛行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那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尾旋翼呢 是相當的象徵 尾旋翼相當的象徵 它是完全包覆在 這個象徵機殼裡頭 它尾旋翼的羅具 雖然不能改變 它是透過尾馬達 來控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軸傳動 軸傳動來帶動的尾旋翼 那這個軸傳動呢 它是有一個無刷馬達控制 所以呢 這台直升機呢 是有兩個無刷馬達 分別控制主旋翼跟尾旋翼 那麼待會呢 我們再請這個操作人員來做一個演示 你就可以知道這台直升機在飛行的時候呢 是相當的穩定 相當的平靜 它很快 但是我們下午未熟 也切細切勁 這麼快 今天回來 這邊是個警方 下午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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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